政府提出改革区议会,直选比例大减 当局说有意见将区议会讲成是香港民主一部分属于曲解基本法 立法会研究完善地区治理小组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 讨论政府提出的区议会改革方案 新方案之下,直选比例大减至到大概两成 被质疑是民主倒退 政府说社会上有意见认为 区议会是香港民主进程的一部分,是曲解基本法 基本法也从没有就区议会的组成方案作出任何说明 甚至没有提述区议会这三个字 那和基本法第45条和68条分别说明行政长官和立法会 需由选举产生是完全不同 任何关于民主成分的说法 甚至将区议会说成是特区民主进程的一部分 均完全是曲解基本法的原意 偷换概念,只虚乌有 来届区议会有470席 最多的是毁人已成,占了大概四成 如果他做得不好的话 你怎样去惩署他 你会不会撕他柴? 会不会因为他是你毁人的 所以你就不舍得撕他柴? 或者不敢撕他柴? 他们都需要开始办事处,要接触市民 我们是不会想见到有一些人 打算拿了委任的位置之后 那几年就可以不用做事 为什么没有考虑到433、334方案呢? 始终选举上有一定的局限性 你只能够选择一些,只要你有能力的话 我们都欢迎参与这方面的工作 当然我们在产生的过程里面 我们都不会刻意如何平衡 所谓不同的政治背景或者光谱的人士 有议员就建议将区议会改名 突显地区资商的角色 当局就说区议会这个名字已经深入民心 不打算更改 无线电视机就在中策器报道